三十节课养成三十个好习惯 大家好,我是亚欣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说没有什么教育比逆境来的更实在 逆境可以磨练人的意志 这是很多人都认同的 最近几年呢 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做逆伤值 它也是根据逆境出人才的理论得来的 那什么是逆伤值 逆伤值呢 是指一个人经历挫折时 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 的确 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面对挫折 摆脱困境 以及超越困难的能力 也就是一个人的逆伤值 那自古以来呢 成大事者 他们的逆伤值往往都很高 那逆伤值是天生的吗 并不是 同样是经历挫折 为什么 有的人可以锤炼出高逆伤值 越挫越勇 而有的人却一败涂地 越挫越怂呢 亚欣觉得呀 2000年前的司马迁 可以给我们一个好答案 司马迁承受俯行加深 却铸就第一史书的故事 很多人都听过 在这呢 亚欣想跟你们说一点别的 我们首先就先从年轻的司马迁说起吧 司马迁出生在史观世家 他的父亲司马坛是西汉的太史令 而且司马氏先祖从周代起就担任着王室的使官 掌握着文史 新补 祭祀等诸多使艺 可以说司马迁对于历史的钟爱呢 是有着家族渊源的 从小的耳濡目染 让司马迁的心里种下了那颗热爱的种子 那司马迁呢 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十岁的时候就被父亲接到了首都长安 由父亲亲自指导他学习古文 也就是西汉以前的文字 在当时朝廷呢 是这样规定的 说史官他必须能够读写五千字 掌握八种文字 五千字 我们说很简单啊 是不是啊 但是一个史官 他不仅要认识当下的文字 也就是小传 还要精通 大传 客服 重书 什么鼠书等等 还有很多先秦的其他文字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于是呢 司马迁从十岁就开始了浩大的十字工程 此外呢 他爸爸呢 还给他请了名师来辅导 其中最出名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汉武帝的座上宾 提出了外儒内法的当朝红人董仲书 还有一个是孔子的第十代孙子 西汉的大儒孔安国 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 饱读史书 功底扎实的他 掌握了作为史官的专业技能 也通过了专业的测试 获得了当史官的资格 也就是说他可以子承父业了 但是 当时司马谈身体健康 事业也很顺利 他并不着急让儿子接班 他认为 如果儿子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史官 还要再看看 再多积累积累 于是呢 司马迁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外出游历去了 在那一个交通不变的年代 他先后去过哪呢 山东 河南 安徽 浙江 江苏 湖南 湖北 都去过 所到之地 他都认真地记录了当地的风俗 传说 看一些历史古迹啊 或者说 整理一下 人们口口相传的一些历史啊 一些故事啊 这长达几年的旅途 让司马迁领略了山河大地 悠悠历史的厚重 当然啊 这一路上可不顺利 什么豺狼虎豹啊 什么土匪强盗啊 他都遇到过 在结束了旅途之后 他回到了长安 成为了皇帝的晋侍郎中 他又因为能力突出 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经常还有出差的任务 最远的一次到了云南昆明 这一些外出调研的经历呢 也为他撰写 实际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08年 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继承赋业 开始著述历史 按理说 司马迁的仕途 应该前途比较光明 但是 由于他呢 比较政治 后来就遭遇了狠祸 公元前99年 李灵出征匈奴 战败被俘 消息传回西汉 让本来就对李灵 有点不满的汉武帝 火冒三丈 大臣们一看 天子生气了 你得附和着呀 你得严惩李灵啊 但这个时候 汉武帝问司马迁说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司马迁他却仗义直言 他替李灵申辩 汉武帝龙颜大怒 司马迁 祸罪下狱 其实李灵之祸呢 只是导火索 司马迁在撰写 史记的时候 因为他丙笔直书 已经让汉武帝 有一些不满了 按照当时的法律 只要交购赎金 你就可以免除辅刑 但是 当时的司马迁 他得罪的是天子啊 再加上司马迁自己说 说家贫 财路不足以自赎 我家点不够 我实在拿不出钱来啊 所以呢 他只能在辅刑 和死亡之间 二选一 司马迁选择了前者 这样的遭遇啊 对于一个 意气风发的男人来说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他强忍着悲痛 面对尊严和体面 他选择了使命和信念 活下来 而且呢 还要继续完成 下狱之前的事业 完成实际 司马迁的好友 任安 在被处以腰斩之前 曾经委婉地向他求助过 希望呢 他能够在汉武帝面前 替自己说说情 说说好话 朋友们 司马迁很想帮他 但是 消息传来的时候呢 已经太晚了 他只好写了 报任安叔作为回信 在信中 司马迁描述了自己 受辱的经历 以及李玲之祸的经过 这封信我们说 他与其是来安慰人安的 其实更像是司马迁的自白 他认为 士大夫要有尊严 面对斩杀 宁愿自杀 也不愿受苦 他不怕死 他认为人固有一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他选择苟活 只是因为理想还没有实现 那个从小 种在他心里的史学梦 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而这种信念呢 让他无论经历多大的挫折 都能够勇胆地活下来 用惊人的意志力 化痛苦为力量 忠诚大意 人生的挫折很多 司马迁之所以越挫越勇 逆伤直爆表 只因为心中有梦 在漫漫人生路上 一个人身体上或许会吃很多苦 但是千万不能丢了自己的灵魂 坚持自己的信仰 这样纵使人生跌入谷底 也会有不坠青云之志 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因此 不要轻易放弃你自己的梦 因为也许有一天 它就会成为你人生的动力 好了朋友们 我是亚欣 我们下期再见